第九十七集 黄蛇走了不久,沈西奥就回来了 我想她估计没有走远,将早餐端在桌上 她却丢给了我一把草,淡淡地说道 捣碎了,附在伤口上 我一言出去了,草药敷上后果然舒服很多 我不由再次对沈西奥刮目相看 不想她这样尊贵的人,竟还懂得这些 晚上去皇室家吃饭,还得委屈皇上扮作我的大哥了 我为他脱下外赏,滴滴说道,怕他不愿意 朕本来就是豫王的哥哥 她自己从架上取下那件西奥的外袍穿在身上 竟十分的合身 我看着她,他们虽是一亩兄弟 但样貌上多承袭了先帝 看起来便有六七分相像 尤其是背影几乎难辨 此时,我一个恍惚 差点将她认作成西奥 午饭简单地用了些 午后,我坐在窗边绣一方手帕 是打算送给碧莲的 年轻色的绸缎上,用深浅粉色绣出了一朵朵荷花 沈西奥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非真走现 突然说道 威儿的绣工真不错 比起知工局最好的绣娘,又更上一筹呢 我不致一词,只含着浅淡的笑容 偶尔用针闭一闭头发,张取在皇室家前绣完 西阳半斜之时,我与沈西奥并肩在山间路上 他脚步轻快,甚至吹了声口哨 完全与我印象中,那个不苟言笑的帝王两样 啊,皇上 皇上,皇婶救过我的命 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我知知前之事,乃是国丑 但他们并不知情 还望皇上,能够饶恕他们 身在你眼中,是那样的人吗 沈西奥四不高兴 面上轻松之色退去 不悦地说道 我摇摇头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了 他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便不再理我 到了皇婶家,出乎意料 刘公子与夫人张氏李氏也来了 想来是张大哥与他们说的 他敬仰西河,此时来送也是说得过去的 只是当沈西奥走进屋中 我说他是西赫的大哥之后 刘公子脸色大变,差点跪在地上 毕竟他是知道西赫的身份的 那么此时他也猜出了沈西奥的身份 我赶紧朝他使了个眼色 刘公子才堪堪收敛住了情绪 从容落座与西赫寒暄 只是从他微微颤抖的双手 与偶尔断去的话语中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极度的紧张与惶恐 我也在担心 此时沈西奥无论听到关于我与西赫如何恩爱 都是笑得很自然 如同一个真正的大哥一般 为自己的弟弟与弟媳的幸福开怀 可是他越是如此 我越是担忧 在他的眼中 这些都是半点不能挽扬的家朝 此时面对这些知情人 难保他不起杀心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不准痕迹地挨进了他一些 夹了一块鱼到他的碗中 大哥 这几日你也辛苦了 吃一些鱼吧 皇室连忙说道 这是碧莲他们一早在市集上买的活鱼 最是新鲜 张大哥无意地说道 没想到今日谢兄弟不在 实在可惜了 以后谢娘你们可得找时间回来看我们啊 我点点头 努力笑得自然 一定的 沈潇扫过屋中人 对皇审说 听维尔说 当初是皇审救了他 再次窃过了 这是应该的 何必谢呢 何况谢娘也帮了我们许多 沈潇从衣袖中取出一块玉佩滴给了皇审 这是我的谢礼 还望皇审不要推辞 是极佳的老坑满绿玻璃种 做成叶子的形状 绿色均匀 质地细腻通透 温润若水 叶片也是厚实饱满 许长青之意 沈潇此时将这块玉佩送给了皇审 是否能打消我心头的担忧呢 这 这太贵重了 黄审连碰都不敢碰 你收下吧 沈潇硬塞到了黄审的手中 听说张大哥在府衙任职 张大哥点点头 不知说什么 沈潇硬看向刘公子说 听说 家帝与刘公子志趣相投 想来刘公子也该是宝学之事了 刘公子慌忙地站了起来 谢大哥 过奖了 刘某当不起 我这个人会看面相 他看着刘公子与张大哥 目光却是认真的说 日后二位必是有福之人 说着 看我一眼 我听他这样说 心中的大使这才放下 朝他感激的一笑 他却坐不见 将头偏了过去 一顿饭 倒吃得和乐融融 张大哥并没有在意 沈潇硬之前的话 只有刘公子 拿眼心中的激动 我趁沈潇硬没有注意 悄悄地给他递了一个眼色 刘公子这才收敛住 沈潇硬是因为他们不知实情 若是他知道 刘公子知道他与西鹤的身份 一定会下杀手的 碧莲和李氏伤怀我走 一定要拉我去河边再闲话一刻 神香没在意放我去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 到了河边 我找了个理由支开了碧莲 四下无人 朝李氏伸了一礼 李姐姐 薇儿有件事要求您 李氏吓了一跳 忙拉我起来 好妹妹 这是怎么了 不 薇儿托姐姐的事有一些凶险 但只有姐姐能帮忙了 若没有你 夫君也不会对我令人相看 你我姐妹没有什么求不求的 你说吧 我想了想 从发际上 取下了一只蔷薇花簪 递格了李氏 姐姐别问我什么 只请姐姐将这簪子语一句话 求刘公子想办法 带给林洪祥将军 李氏见我郑重 便点头说 你说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还请姐姐一定要帮忙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李氏念了几遍 面色沉重 看向我的眼光变得怜悯 妹妹何时遇到什么难处了 说出来 看姐姐和夫君能否帮到你们 没什么难处 而且也无人可帮 只请姐姐带到了 李氏点点头说 妹妹放心 说着将发簪带到了自己的头上 又将她本来带着的一只簪 带到了我的头上 这才看着远处走来的碧莲 突然笑着说 妹妹 可要回来看我们呀 碧莲的手上拿着我跟她要的一方丝帕 递了上来 那 谢娘 这是你要的 我接过 是一方素帕 也是碧莲常用的 我从衣巾中取出绣好的荷花帕子给她 碧莲姐姐 我与你换吧 碧莲这才明白我的意思 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她接过那荷花帕子 捂在胸前说 谢娘 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呢 我点头 虽然知道 这一天应该不会有 但还是喊了一笑着 一定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李皇 回到黄水家后 沈希腰与刘公子闲谈 张大哥也在一旁偶尔插一句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异常 李氏深深地看我一眼 目光在沈希腰身上落了片刻 之后微笑对刘公子说 夫君 天色不早了 刘公子似乎舍不得 与沈希腰相处的机会 可又是不敢表现得太明显 想了想说 我见黄家村 景致淳朴天然 后山风光应该很好 你我难得出来 不如今晚住在黄家村 明日与大家去后山游玩 李氏一愣 随即开心地笑起 父亲说的是 我久居府中 也很贪恋这样出来的时光呢 她笑看着我一眼 给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又说 只是怕叨扰了黄婶 还有 这屋子 恰巧黄婶过来 听到刘夫人的话说 老山倒是很愿意 留公子与夫人留宿的 只是 她也是四下看了看 为难得道 只是屋子太小 怕要委屈两位了 刘公子温和地笑着 无妨的 黄婶 黄婶知道 张大哥以后的仕途 需要刘公子的提携 自然是得投其所好的 可是无奈房子实在是太小 而刘公子 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他苦了脸 思索了一下 终于想到了什么 笑着对我说 啊 谢娘啊 不知 安排刘公子与夫人 到你那里住一晚可好啊 我正想拒绝 沈肖却点头道 没关系 刘公子大喜 之前 他虽口头上说着不练官场 可是身为男儿 又是师叔世家 被长辈寄予厚望 此时这样一个好机会摆在面前 任谁都难不动心吧 既然沈肖都同意了 我自然不敢有异议 如此 大家又闲话片刻 约定次日去山中游玩 这才一同回去了 到了家中 我先让他们在堂屋稍候 自己去了卧室整理 若是刘公子或者吕氏任何一个人进来 便能看出我与沈肖是同态而睡的 刘公子 夫人 今晚别委屈你们睡在卧房 乡下简陋 还请见谅 我走出来 捧了一盏烛台对沈肖瑶说 大哥 今晚你还是睡在书房 沈肖瑶含笑点头 仿佛没有任何不妥 谢娘 你呢 我有一间绣房 虽然不大 不过我一个人睡时够了 说着 看看天色 对众人说道 不早了 明日还要早起上山 大家先休息吧 绣房狭小 并没有卧榻 我将几张椅子并在一起 合一卧下 无奈椅子狭窄 翻身都是不能 如此半天都是睡不着 值得睁眼睛 看着月亮 有脚步声 落足极情 狭长的影子 从门外延伸 覆盖在我的身上 我按住心头的恐惧 从那漆黑的影子 我能辨认出 是沈肖瑶 我虽不知他要做什么 但是第一反应 却是在装睡 这样 无论他带的什么企图 在家里还有 其他人的情况下 他看到我睡去 应该就会离开吧 除非 我的心里惊了 除非 他想杀我 但是 立刻这个念头被打消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 沈肖瑶不折磨我 那他就不是沈肖瑶了 他根本不顾我是真睡 还是假睡 直接打横将我抱起 我嘀嘀地呜了一声 在身体凌空时 睁开了眼睛 你要做什么 放下来 他面上有邪魅的笑容 别出声 被人听到可不好 我慌乱地看了一眼卧房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他含住了我的耳朱道 你一楼啊 就知道了 然后一手 将门轻推开 轻手轻脚地 走出了院子 他朝山上走 越走我越心惊 抓着他衣襟的手 紧了又紧 他的胸膛里传来 强有力的心跳声 看来并未阴抱我 走了这样一段路 体力有多大的消耗 终于 他将我放在相遇的水边 我看着满头闪烁的星子 仿佛滴滴未擦拭的泪水 感受到身上越来越凉 然后使他贴近 我的温暖的身子 在我耳边急促地喘息 这确实是折磨 势必 沈潇坐在河边 我躺在草地上 心中是极度的羞愤 这是任何一个女子 无论是梁家妇女 还是烟花女子 都是难以容忍的吧 我无法想象 沈潇堂堂帝王 竟然会做出野河 这样的行为 而我竟然和他在这样的地方 做了这样的事 一想到此 我几乎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祈祷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怎么 不喜欢 沈潇侧了头看我 眼中的嘲弄并无一丝遮掩 我翻了个身 背着他坐了起来 将散落的衣衫 一件件穿好 眼泪忍不住的 一滴滴的掉了下来 是与他快活 还是与真的 沈潇堂的声音 从身后淡淡的传来 我正在细扣 顶尖上的扣子 怎么也扣不住 我这才发现 自己的手抖得厉害 请皇上自重 也放名副一条生路 我努力的 不让他听出异样 可是浓浓的鼻音 怎么也掩不住 生路 沈潇侧的声音 陡然霸高 他一把将我拉着 面对着他 他的目光里全是恨你 你们做出这样的事 还指望我放你们 一条生路 他的愤恨 如夏日里 狂暴的雷霆般 令人站立 朕也想放你们 一条生路 可是 每每朕想起 你们做过的 下做的事情 朕就恨不得 将你们千刀万刮 我垂下眼睛 不去看他 声音却是淡然 还望皇上成全 成全 你们若死了 那真的愤怒与恨 找谁发现呢 他的手 扳起了我的下巴 强迫我直视着他 所以 你们都得 给朕好好活着 我到我愿意 让你们死的那一天